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卖的三十这款机器 可能是屏幕比较大的原因吧 因为上个作品的话 我们说了批萨林 但是很多的朋友说批萨林的屏幕比较小 还是带我们去了解卖的三十七零九九零的处理器吧 好吧 我们去一探究竟 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的话都是卖的卖的30 在这些都是4G版的4G版的话 它不支持5G网络 另外的话 像这些卖的当时的话 现在也是可以用鸿蒙系统的 它用的是华为的70990的处理器 平时看来看一下啊 在城市还是挺好的 非常好 啊 这些这里有点滑痕 不过这里机器很多 慢慢跳吧 这两个外观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这两个没有拆破的痕迹 开机看一下 这个这个 它这个版本的话 它它这个版本还没有升起鸿蒙系统 这个版本的话就已经升级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鸿蒙系统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外观 其实也没做到的改变 啊 这个也没电了 来 给大家看一下 红萌系统 看到没 他会有这个显示啊 这个的话就没有 大家这两个机器来对比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一点很细微的 你细小的镜头片这里有一点很细小的发痕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就没有 最终的话就还是拿个拿下这个吧 这个整体来说会比这个 成色要好一点 这个是脂肪的 这不是那种曲面皮的 来吧 就这个吧 去 刚刚说多少来的 没有优惠一点 啊 再优惠一点就两天漏了 哇 你在你这网上加人 这网上我往下掉 好吧 就这个吧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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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那个像头里面有一点滑痕 来 给他去看一下 评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基本上没有滑痕了 冲心的橙色了 屏幕也没有滑痕 没发现 嗯 说 出口呢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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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提醒一下卖的上时有分四级版本跟五级版本 他们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差价 不管是四级版本还是五级版本都是可以升级鸿蒙系统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点赞关注火狼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